图安L拓戒版首发 主打跨戒风8月上市 日前上期大众正式迎来了1900万辆新车下线 下线的车型是图安L的最新衍生车 图安L拓戒版新车相比普通版增加了一套跨戒套件 同时针对加高的离地间隙 据悉该车将于今年8月正式上市 图安L拓戒版在外观设计上又给予图安L 其进气格杉强了大众SV家族的立体式设计 同时全车增加了黑色包围靠件 使整体感在跨界感十足 再加上前后银色的防擦户板 以及侧面的标示更加凸显了自己的个性 据悉图安L拓戒版立地间隙 增加至143毫米 使得新车拥有更好的成果性 此外开车还配备一套全新的18英寸双色轮毂 据此前贡心部公布的信息来看 图安拓戒版的长範高分解为 4537乘以1834乘以1682毫米 轴距尾2791毫米 相比于现款的图安L长度增加了10毫米 宽度增加了5毫米 车厂高度增高了23毫米 此次全新推出的拓戒版将提供六种车型 六轴车色两款车型 替换现款的图安L舒牙版和豪华版动力方面 我们新车将沿用现款的图安L车型的动力总成 搭载1.4T发动机 其他功率为150马力 同时扭矩为259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